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赞助点赞评论 第九百四十集 最辉煌的时代 在岁月的流逝中 许多人离去 许多人到来 人生就是一场聚散不定的盛宴 有开始必然有结束 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 结束的一刻 总会如期而来的 在下想担任政治局常委第三年 邱老爷子告别人时 第五年 梅老爷子撒手人寰 在下想第二届 政治局常委任期刚刚开始 他的排名由最后一名 跃升到第五名时 此时的他 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央党校校长 中国共产党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等于是完全坐稳了接班人的位置 尽管此时的吴才阳已经卸任 但下想早就有一片森林 成长为一座威额的高山 即使没有吴才阳为他保驾护航 他的地位之稳固 无人可以动摇 另外一个对下想有利的条件是 在吴才阳退下之后 梅生平入场了 更有意思的是 傅先锋也入局了 下想在上游古秋时 中游梅生平 下游傅先锋的局势下 地位坚如磐石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吴老爷子也就可以瞑目了 吴老爷子用尽全身力气 拉住下想的手 脸上流露的不是悲伤 而是了无遗憾的满足 下想啊 我要走了 人老了 总有要走的一天啊 否则赖着不走 也是累赘啊 你有现在的成就啊 我很高兴 也很满意啊 只是可惜 还是看不到你登顶的一天了 秋老爷子离世时 下想没哭 梅老爷子走的时候 他也忍住眉掉眼泪 但面对对他最是关爱 一直视他为亲人的吴老爷子 即将尝别人间 他就算现在 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也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情感 泪水奔涌而出 老爷子 在生死面前 任何语言都苍白如指 哭什么呢 我也活够了 按照民间的说法呀 我现在死了 也算是喜丧啊 就是有一点遗憾 我还是走在牢骨的前面了 他比我能活呀 忽然之间 老爷子精神似乎好了许多 眼中闪着异样的神采 但他手上的力道 却在慢慢地消失 下降更是心痛如脚 老爷子最后的生命之光 在超常地燃烧 是回光返照啊 我一生 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年你在烟尘烧的一切 当年你在烟尸的时候 我盛怒之下 对你出手 多少年了 我一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其实是在逃避 这件事情 一直是我的心病 现在 我要死了 小小啊 你别嫌晚了 我要向你 亲口说一声对不起呀 以前的事情 确实是我的错呀 我不该像一个年轻人 下狠手啊 老爷子 别说了 下降气不成声 他一直也清楚 老爷子对当年的事情 始终铭记在心 从未忘怀 只是老爷子一直不提 还是老人的自尊心作祟 再者 这么多年来 老爷子对他的关爱和疼爱 早就弥补了当年的伤害 他何尝不知道 老爷子的内心呢 一个倔强 自尊 而又不肯认输的老人家 在固执之余 又有可爱 户短的一面 他从来就没有恨过老爷子半分了 老爷子对他的疼爱 甚至已经超越了 对吴家子孙的疼爱 他怎能还记恨一个老人家 当年为了爱护孙女 而做出的盛怒之举 再不说呀 就没有机会说了 老爷子不理会夏夏的反对 继续说完自己一生之中 最后的话 小小啊 我疼爱你这么多年了 你没有让我失望 我九泉之下 也瞑目了 你是一个好孩子 我一直当你 比秦孙子还亲呢 夏夏心痛的 已经说不出话来 几乎站立不住 他以为自己很坚强了 不想在面临老爷子生死大事之时 还是软弱的没有力气 孩子 能不能叫我一声 爷爷 爷爷 夏夏放声大哭 乌老爷子却是微笑地 闭上了眼睛 永远闭上了他那一双 睿智 并且征服了无数人的双眼 一个世纪老人的陨落 半个京城 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吴老爷子的去世 对老谷的打击很大 已经老太隆中的老谷 看着逐渐长大的谷来 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是那么的平静面对 只是 几位老爷子相继离世 让他感到了孤单 似乎没有几个老人家的陪伴 他一个人活在世上 很没有意思 现在老谷是 硕果仅存的老人家了 夏夏将全部孝心 倾注到他的身上 特意从丹城将父母接过来 让父母陪在老谷的身边 夏夏自小就没有见过爷爷 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奶奶 他对隔背老人的孝心 或许也源于 童年时 爷爷奶奶之爱的缺失吧 也或许基于同样的感受 早年丧父的夏天成 对老谷照顾的格外周到 有夏天成和张兰的照顾 老谷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也是因为他对夏夏的疼爱 他是夏天成和张兰 如家人一般 但愿父母陪伴老谷身边 能多少弥补他的丧子之痛吧 夏夏在新忧国家大事之际 将身边的几个老人 也考虑得十分周到 数年之后 夏夏登顶 夏夏登顶之后不久 中国政府就宣布 南海为中国的海域 并宣称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任何在中国海域之内的开采行为 都视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 在政策宣布的第三天 南越小国在主子鼓动下 出动军舰到南海耀武扬威地 试探中国的反应 其实也是想试探夏夏的底线 或者说 是想知道夏夏刚刚登顶之初 是否掌控了大局 是否掌握了军队 更深的意图是 美国尽管早就知道 夏夏是强硬派 但不相信夏夏 真敢在刚刚登顶之初 就发动一场战争 而且 美国更阴险的想法是 如果夏夏 连南海小国的挑衅也能容忍 那么 他在登顶之前的豪言壮语 只是一句空谈了 南海小国出动了数艘军舰 刚进入划定的中国海域 突然就遭遇到潜艇的袭击 当场被击沉三艘军舰 剩下的两艘军舰 在狼狈逃跑的过程中 被正好陆过的中国航母全歼 消息传出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当即指责中国是不安定因素 试图以武力绑架南海国家 并声称 要将中国列为 大规模杀伤武器国家 并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 美国的指责话音刚落 中国军方宣布 年内中国第五艘航母将会服役 同时 中国新开发的 射程在一万四千公里的洲际导弹 可以突破世界上任何的防御系统 更令人震惊的是 夏祥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 回答记者提问 对南越小国的军舰被击沉一事 表示遗憾 但同时表明 南海欠中国一场战争 如果哪个国家想试探中国的耐心 大可以出面当马前卒 枪打出头鸟 中国的钢枪已经擦亮了 中国政府有信心 有决心 也有实力 打赢一场 或几场局部战争 当年正空说了 在地理位置上 南越离中国也很近 我想说 延伸开来 在地理位置上 整个亚洲 欧洲 离中国都很近 夏祥的画 顿时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 因为夏祥的画 不但气势冲天 而且言外之意很明显 就是 中国不但要将亚洲 画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 连欧洲 也在他画的一个大圈之中 很多年前 有一首歌唱到 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 而很多年后 则是 有一位中年人 在世界地图上 画了一个圈 夏祥的讲话之后 东营小国大怒 召会中国驻东营大使 要求解释 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方却没有理会 东营小国的无理取闹 不但单方面宣布 划定了东海海域界限 而且公开声称 理解琉球 要求独立的正当诉求 琉球独立 一直是东营小国心中的痛 东营小国本来就小 在独立出去一个琉球 就更是成了弹丸之地 而且会丧失战略优势 中国官方的言论 顿时引发东营小国 举国的愤怒 愤怒就愤怒好了 台湾问题 作为中国的软肋 被别人捏了无数年 现在偶尔捏捏别人的软肋 也不是为一件乐事 东营小国盛怒之下 提出了要和中国断交的威胁 中国当即召回 驻东营大使强硬回应 眼见形势剑拔弩张之时 南越小国服软了 美国更是在中国宣布 南海 东海 以及压傲利益圈之后 出奇地保持了沉默 沉默就表明了 在中国的强硬姿态之下 美国退缩了 美国的退缩 不是被下想的硬化下退了 作为世界上最老牌的流氓国家 向来信奉实力至上 从来不会被大话吓怕的 是因为美国 从特定渠道得到消息显示 在下想主导下的中国 已经强大到了 美国压制不住的地步了 在美国保持的沉默不到一周之后 东营小国开始采取一系列 积极主动的措施 来修补和中国的关系 回应东营小国的是 中国宣布将在年内国庆时 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阅兵式 阅兵式的地点不在京城 而是分两个地方举行 一处东海 一处南海 届时 下想将会亲自登上航母 出席两处阅兵式 在下想登顶之后的第一年 世界局势大变 进入了新一轮的重新洗牌阶段 在世界的东方 一轮耀眼的红日 冉冉升起一个全新的时期 一个最辉煌的时代 史称下想时代 即将全面到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看目 第九百四十一集 后继之 唐天云 唐县长 电话 秘书关德急急敲门进来 慌里慌张地 向唐天云汇报 唐天云不慌不忙地 看了关德一眼 微露不满地说道 关德呀 我说过多少次了 遇到事情要镇定 不要慌乱 你现在的样子 不太像话呀 关德是唐天云的新任秘书 刚从河海大学调来 原先是历史教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唐天云看中 并调到身边担任了秘书 唐天云的想法很长远 他看中了关德的稳重 老成的性格 认为关德的性格 和他有几分相像 唐天云期望 在得到一个得力的助手的同时 也由于将关德 培养成后背力量 未必就是可以问鼎的后背力量 但至少也是 可堪大用的后背力量 夏主席说过 他相信他的眼光 希望他能为他分忧 现在夏主席太忙了 分身乏术 他作为夏主席的首席智囊 兼得力助手 必须为夏主席的大忌 做出力所能及的布局 本来按照原先计划 唐天云不会外放到阉省 担任省长的 但突然间 阉省情况有变 在夏想大力推动下 唐天云得以出京 外放担任阉省省长 替夏想处理阉省的突发危机 和上次的四牛奶粉事件类似 阉省突发事件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却影响到夏想的布局 必须由夏想最信任的人出面 予以调停解决 彭云峰此时 已经在中央办公厅打开了局面 他却显然不太合适 而陈天云 却在夏主席 曾经的发迹之地 西省 担任省长 临时调往阉省 力有不逮 最后权衡之下 唐天云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人选 唐天云知道 他在阉省的一任是权宜之计 可能一年 最多两年就会回京 但不管时间长短 要干就要干出样子 不能辜负夏主席的信任 更不能空来一次 要为夏主席在阉省布好大局 阉省是夏主席的母亲省 是他最牵挂的省份 绝对不允许有一丝的差错 尽管现在的下想 才是国家副主席 但接班人的位置已经稳固了 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 却是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 唐天云一到阉省 就全力以赴地完成收局工作 基本上一切还算顺利 以唐天云跟随夏相多年历练的能力 再加上他身为国内人人皆知的 夏相低密的特殊身份 就让他一到阉省就打开了局面 夏相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在现在的情形之下 如果唐天云还不能借助夏相的威望 将阉省的局势理顺的话 他就可以对夏相第一秘书的称呼了 在局面大开之后 唐天云开始了第二部的布局 调关德到身边 就是他在阉省长远布局的第二部 但今天 关德的表现 让他大失所望 唐天云很喜欢关德 这个年轻人有活力 有充劲 又有难能可贵的 坚韧不拔的品质 除了在待人接物的火候上 有所欠缺之外 基本上 事事让他满意 关德被唐天云一上来 就是不轻不重的一句敲打 他一下愣住了 随后 脸微微一红 唐省长 我确实急躁了 接受您的批评 关德态度很诚恳 唐天云的怒气 就消减了三分 才想起问道 是谁的电话呀 夏主席 夏主席 唐天云一下站起 急忙伸手接起电话 夏主席来电 怎么不早说呢 话一说完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也是 刚刚批评了 关德不够持重 自己听说 是夏相亲自来电 不也是一时惊慌吗 人都是 宽以待己 言以律人 摆了摆手 他对关德说道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关德 关德悄然退下 唐天云稳定了一下心神 才为一代恭敬 并且亲切地说道 老领导 有什么只是精神吗 夏响的声音 从几百公里之外的京城 通过电话线传来 如在耳边一样亲切 天云呢 近期国务院 要召开一个经济转型 省长会议 我提议啊 你来参加一下 应该会有收获的 哦是 我也很想从兄弟省份 多取取经 多学一些经验了 唐天云打道 同时 也正好进京 见见老领导 跟老领导 当面汇报汇报工作 向我汇报工作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 你也该来京城 看望福政委了 夏响轻描淡写地说道 昨天啊 我刚和福政委见了一面 谈了一些事情 一句话 击中唐天云的心事 他的呼吸 富有地为之一致 心脏陡然猛烈跳动几下 随后 又努力平息了内心的激动 他很高兴下想 能和他的岳父 建立紧密握手的关系 不错 唐天云 是军中两大福姓太子党之一的 福冠杀的女婿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换届之前 军中势力也是纷纷战队 并且划分阵营 西南事变之后 和西南有千年的军中高层 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 而以福冤和福冠杀为首的 军中太子党 则迅速崛起 成为新一届中央军委的生理军 被称为两福的福冤和福冠杀 全部担任军委副主席 执掌军中大权 福冤和夏夏的关系自不用说 而福冠杀和夏夏一直没有交集 夏夏想一上台就掌握大权 就必须得到军方的全面支持 而只有老国的势力 以及技家 郑家的支持还不够 就算再加上一个扶冤 他也很难将派别林立的军方 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 而夏夏如果想做到 他的命令在军中另行禁止 想一改军方几十年的积弱之势 就必须在军中树立极高的威望 偏偏几十年来 几任最高领导人 都无法再任期初级 就一统军方 夏夏想想一统军方的最后一个障碍 就是福冠杀 福冠杀是国防大学政委 门声遍天下 是军中一等一的实权人物 再加上 他身为红二代女婿的特殊身份 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唐天云身为福冠杀女婿的事实 在唐天云成为夏夏秘书初期 夏夏确实一直蒙在鼓里 尽管陈浩天早有暗示 就连古秋时也曾经含蓄了一体 但夏夏一直没有真正弄清楚 唐天云的真实身份 直到夏想下马去全体大会之后 他和军方的关系日渐密切之时 他才终于摸到了唐天云身份的真实一角 好一个隐藏至深的唐天云了 夏夏感慨之余 也暗暗欣喜 唐天云早早地跟在他的身边 是难得的好事 证明了福冠杀对他早有接触之意 唐天云就是最好的桥梁和纽带 夏夏幺并不埋怨唐天云 一直将身份隐藏至深 一是 在唐天云刚刚担任他的秘书之时 唐天云还没有和福冠杀的女儿结婚 二是 福冠杀的女儿没有随福冠杀之性 而是随了母性 再者 福冠杀的女儿形势低调 一直在国外求学 工作 在国内几乎从来没有抛头露面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福冠杀女儿的存在 正是因此 唐天云的身份才一直讳莫如深 让夏夏也被蒙蔽了许久 但在得知唐天云真实身份的一刻 夏夏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 在他问鼎之前 他已经在军方获得了足够的支持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以劳谷的势力 再加上济家和郑家的影响力 再有福冤和福冠杀的力挺 而另一系 以阳城军区事件折损大将 实力大将 也有幻届之后的失力 几乎溃不成军 再难形成气候 也正好 在夏夏夏得知唐天云的真实身份时 正值唐天云大婚 夏夏不但亲临婚礼现场 还和福冠杀在婚礼上偶遇 二人相识一笑 握手之后寒暄几句 二人一起望向唐天云 然后夏夏说了一句话 天云是个好苗子 福冠杀唯一点头 承蒙夏书记的后爱 天云才有了今天的成熟 我替他谢谢你了 福冠杀替唐天云向夏夏表示谢意 言外之意就是成了夏夏的人情 也是认可的夏夏对唐天云的提醒 更是承认了他和唐天云之间的 翁婿关系 当然了 以上都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最主要的是 福冠杀紧紧握住夏夏的手 语重心长地又说了一句 夏书记啊 以后啊 天云就交给你了 夏夏顺势说道 早在天云成为我的秘书的一刻呀 我就不当他是外人了 福冠杀哈哈一笑 夏书记是实在人哪 很高兴今天能和夏书记坐在一起啊 不止今天坐在一起啊 以后坐在一起的机会 还有很多呢 夏夏就知道 福冠杀表明了立场 也就是在唐天云的大婚之日 夏夏和福冠杀 正式确认了握手的同盟关系 也奠定了夏夏 赢得军方三分之二多数的决定性胜利 接完夏夏电话 唐天云虽然也是省长之尊 但心情仍然久久难以平静 虽然此时他的岳父已然退下 但在军中影响力还在 也正是在他的岳父和福冤的共同立举之下 许冠华才得以顺利地进入中央军委 并且担任了副主席 许冠华身为夏夏最坚定的追随者的身份 他成功地进入军委最高决策层 也让夏夏由此成为第一位 在尚未问鼎之前 就近乎全面掌控军方的唯一一人 唐天云推开办公室的窗户 望向院中郁郁葱葱的景色 遥想当年的夏夏 是怎样从省委之中一步步地走向了全国 心中木然升腾起熊熊燃烧的激情之火 他决定要追随夏夏夏的脚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有一点 他要将自己的另一个隐藏至深的秘密 也告诉夏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看目 第九百四十二集 后继之 古风 一辆长安欧诺MPV商务车 在丹城市委门口被警卫拦住了 警卫很不客气地 要求司机将车开走 警卫平常见过的好车无数 不是奥迪 宝马 就是奔驰 有资格进入市委大院的人物 会开一辆几万元的长安欧诺商务车吗 开玩笑 欧诺的司机只是笑笑 冲警卫说道 哈哈 请等一下 我打一个电话 警卫见欧诺的司机谈吐不凡 虽然车的档次不高 但人的品位不低 他也没好意思再嚣张 就让司机将车靠边停一下 别挡了正门就行 司机答应着 将车挪到一边 同时 他的电话也打了出去 惠书记 我是关德 惠金朝担任单程市委书记 已经四个年头了 他在单程的工作 开展的还算可以 在他的发展思路指导下 单程是 重振古城雄峰 城与故事文化城 历史长河文化宫 中华文明灿烂馆等等 一系列的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的文化旅游项目的兴建和推广 奠定了单程历史文化古都的地位 单程的旅游在他的任上突飞猛进 在今年接待游客的排名上 位居燕省第一位 旅游业为单程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的比重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王孝敏王书记 认上奠定的基础 灰金朝却心里有数 单程是 能有今天的辉煌 全是当年夏书记 一口千金 以超前的眼光 规划了单程现在的气象 一想到夏书记 灰金朝虽然40多岁的人了 还是如学生 想起最尊敬的老师一样 激动莫名 没有夏书记 就没有他的今天 甚至可以说 没有夏书记 他别说 能担任单程市委书记了 能成为拟定中的下任省委常委 副省长的 他说不定 连县委书记的门槛 都迈不过去呢 当年要不是夏书记到孔县市场 慧眼石珠发现了他 直接点将调他到市委 他在空线 早就被对手的阴谋诡计 害得身败名裂了 夏书记 堂堂总书记执尊 专门抽出半个小时 和他谈话 每每想起夏书记的平易近人 和提携之恩 他就会激动的浑身颤抖 而再想到夏书记 对他语重心肠的叮嘱 他总是禁不住的热泪盈眶 一转眼 许多年过去了 夏书记现在 已经不再过问世事了 他多想在有生之年 能亲往京城 拜会夏书记 当面向夏书记 表达十几年来 内心从未停息的 感激之情 惠金朝正心神激荡时 接到了关德的电话 他一下就站了起来 关德 怎么是你啊 关德是惠金朝的发小 早年听说关德 担任过省长秘书 后来又辞职下海 去了京城发展 只是听说 近年来 关德仍在京城 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 后来他还听说 关德和高层来往甚密 但到底关德现在 是什么身份 他也说不清楚 呵呵呵 怎么就不是我呀 关德呵呵一笑 我和一位朋友来拜访你 被警卫拦在了门口啊 关德口中的朋友 肯定不是一般人 惠金朝想也未想就说 你开的什么车呀 我想去接你 呵呵 欧诺 什么 欧 欧诺 惠金朝愣了 他脑海中将他所知的车型 都迅速过了一遍 还是不知道 欧诺是什么车 不好意思啊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车呀 呵呵呵 我在车旁等你就行了 关德笑道 没有过多解释 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谁让车上那位非要低调 点名要做欧诺 就算他对支持国产汽车发展 一直很热心 欧诺又是 长安重点自主车型 但也不能低调到 非要做几万元的汽车来担成侍卫吧 关德无奈地摇头 从车上一脸英气的年轻人说道 谷总啊 请稍等 被称为谷总的年轻人 威翼点头 淡笑说道 关德 你是不是觉得 开一辆欧诺 会有失身份呢 世界首富带一块几百元的表 叫个性 挖梅出身的老板 被一个普拉达 叫爆发 现在国内啊 已经过了以汽车论身份的阶段了 你以后啊 是要做大事的人 要学会适应 各种不同的场合呀 不要以为高高在上 就可以不和警卫打交道 尊重民生 不是一句空谈 我坐便宜的国产车出行了 不仅是要树立亲民的形象 而是 想以切实行动 宣告自己的政治理念呢 关德受教了 啊 谷总说的对啊 我记下了 不但要记下呀 而且 还要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你以后啊 是我的高餐 你的形象代表的 就是我的形象 刚才的警卫 以后就有可能是 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票啊 要将每一个人 都当成监督你进步的公民 你才会心存敬意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观德心悦成福的正重点头 他现在才从内心深处 佩服眼前的年轻人 年轻人和他年龄相当 出身于世家 从小一时无忧 而且背后 还有呼风唤雨的庞大家族 但他从来不以二世祖自居 从小就表现出 与众不同的 悲天悯人的情怀 举止言谈 温文尔雅 颇有谦谦君子的古风 魏金潮匆匆赶来了 警卫一见市委书记 亲自出面 吓得一机灵 忙不迭地敬礼 又见书记脚步不停 上前热情地 和欧诺斯基握手 他吓得腿都软了 坏了 坏事了 得罪了大人物了 等司机打开车门 车上又吓了一个年轻人时 警卫注意到 惠书记一见来人 顿时愣住了 过了半场 才恭恭敬敬地 弯腰向来人致敬 等来人伸出手时 惠书记 才微微颤抖地 伸出双手结果 警卫眼前一黑 差点晕倒 来人才二十多岁年纪 是什么来头 大到让惠书记 几乎成惶成恐 印象中 惠书记迎接省委书记时 也不至于 这么受宠若惊 警卫差一点就贪软了 不等他贪软 车上的年轻人 却直接冲他走了过来 警卫心想 完了 他一句话 就会让他卷起铺盖 滚蛋回家呀 好好的一份工作 丢了不说 得罪这么大的任务 他以后 不一定会是什么 悲惨的命运 警卫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料年轻人伸手过来 和颜悦色地说道 警卫同志 给你的工作添麻烦了 你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同志 我刚才向惠书记建议 要表扬你 警卫战战兢兢地握住年轻人的手 说道 首 首长 对不起啊 我刚才 有眼不识泰山啊 不要说了 你刚才做得对 你的职责就是 严查每一个进出大门的访客 如果你问也不问 就抬手放行 我就会向惠书记建议 将你调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忠于职责 遵守规章制度 人人都严以律计 国家才有希望啊 大道理警卫不懂 但他却听明白了一点 眼前的年轻人 不但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反而还表扬他 忠于职守 他被年轻人的气势折服了 算是切身体会到 惠书记 诚惶惶惶惶惶的感受了 他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 语无伦次 谢谢 谢谢首长 我不是首长啊 我姓谷 叫谷峰 谷峰呵呵一笑 转身随惠金巢 走进了侍卫大院 若干年后 警卫在在电视上 见到谷峰时 谷峰正在发表一篇 著名的影响历史的演讲 警卫兴奋的指着谷峰说道 我认识他 我见过他呀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我要支持他 你们都听我的 一定要支持谷峰啊 在警卫的带动下 至少有上百人支持谷峰 而谷峰的名声 正是在一件又一件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之上 建立了亲民形象 一传十 十传百 百姓之间的口耳相传 最有说服力了 贵金朝在回到办公室时 亲自动手泡茶时 心情还十分激动 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 他万万没想到 随同关德一起前来的 竟然是谷峰 谷峰是谁 贵金朝心里有数 他现在已经无法形容 自己激动的心情了 泡茶的手都微微颤抖 谷峰会亲自前来丹城 可见丹城 在古氏家族心目中 分量之重 而他身为丹城市委书记 也应该是 入了古氏家族之眼了吧 惠书记啊 不必客气 我冒昧前来 是有两件事情 要麻烦你啊 古风言谈举止 颇有古君子之风 每一开口 都能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前段时间啊 国家某研究机构 公布了一则数据 说是 中华民族的复兴 已经完成了80% 先不说数据正确与否吧 也不管是 基于什么准生 来做出判断 就我个人认为啊 民族的复兴之路 充其量 才走了一半 文化不复兴 经济再发达 也是一条腿走路 早晚得摔倒 关德现在和教育部 合办传统文化教育项目 准备以丹城为教育基地 和教育部 联合举办文化下令营 让丹城诞生的 二百多个成语 以文化传承的方式 影响到 一代又一代 少年儿童的心中 增加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归属感 不再以出国为荣 第二件事情就是啊 关德想在孔县寻找一个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家 初步判定 老人家仍在孔县 老人家早年是某位高层的高餐 在某次运动中受到冲击 从此下落不明 贵金朝恭恭敬敬地 将茶端到谷峰和关德面前 谷总啊 孔县离丹城不远 明天啊 我亲自下去一趟 谷峰接过茶 谢谢 又说 不必了 我和关德亲自去一趟 老人家 你请不动啊 而且 你也未必能见得到啊 我安排一下 贵金朝又说 谷峰微微摆手 不麻烦贵书记了 我和关德呀 悄悄下去就行了 只是 想委托你一件事情 老人家 竟然一直在孔县扎根 以老人家的眼光 说明孔县呀 要出人物了 会议金朝重重地点头 啊 我有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 听书网 听二二点看目 第九百四十三集 后继之 孔县 汽车由丹城一路向东 直奔孔县而去 关德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后座 维靡双眼的鼓峰 笑了笑 哈哈 古总啊 孔县不过是一个平原小县 有什么重要人物 值得你亲自下去一趟呢 孔县在丹城东面八十公里处 是丹城最东的一个县 面积很小 人口很少 又因为地处梁省交界处 没什么工业基础 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县 孔县是平原小县 但孔县有一座平秋山 平秋山上 有一处潭水 叫平秋潭 古风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窗外的风景 其实 窗外除了农田和树木之外 没有可以入眼的风景 广袤的中部平原地区 地处温带 气候适宜 物产丰富 以农业为主 没有工业污染 平原地区的百姓性格温和 安居乐业 说是知足常乐是赞养 说是不思进取 就是贬低了 古风心中暗暗感叹 平原地区和奶奶说的一样 几十年了 还是没什么变化 也不知道孔县 有什么吸引老人家的地方 让老人家宁肯在县城 隐姓埋名度日 也不肯回京享福 算一算 老人家也该是百岁高龄了 如何还健在 该是怎样的鹤发童颜呢 古风突然间对老人家 愈加兴趣浓厚了 我倒听说过平秋山 不过是一座还拔不高的小山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古风摆摆手 关德呀 你应该没有读过山海经啊 山海经上记载的名山大川 很多到今天已经不可靠了 而平秋山 是山海经上记载的 至今幸存的少数山川之一 是的 平秋山是小山 但这么小的一座山头 却被山海经收录在内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所以啊 不要小看小县小山小地方 往往小地方沉寂多年以后 几百年的气韵 汇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会突然出现一个厉害人物啊 老人家究竟是什么人啊 关德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一路上 古风一直不肯谈起老人家的姓名和过往 只说奶奶再三交代 务必要找到老人家的下落 老人家是什么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老人家是不是还在人世呢 就算还在人世的话 是不是还在恐险 也不好说呀 算算年龄 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 该是百岁以上的高龄了 啊 关德吃惊不小 在灰金朝面前 你不是说老人家才五十多岁吗 我就是故意这么一说的 搅乱视线 不想让下面的人去打扰老人家的清静 又是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是老人家在恐险呢 啊 是现任中央首长的一位高三 忽然想起老人家 想起当年的事情 气不成声 吃不下饭了 就惊动了奶奶 奶奶四方打听 隐约有消息说是老人家曾经在恐险出现过 就让我下来了 说是一定要找到老人家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古风摇头叹息 唉 老一辈人之间的感情啊 不是我们现在能理解的深厚和久远 不过 虽然我理解不了老一辈人的感情 但我对老人家十分尊敬 小的时候啊 经常听奶奶说起老人家的故事 令人向往啊 老人家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 比当年人称为官神的夏总书记 还要富有传奇色彩呢 官德吃惊不小 夏总书记和古风的关系传闻不少 有关古风是夏总书记后人的说法 他也听过一些 但不敢尽信 不过古风对夏总书记的景仰却是如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 从来不允许别人对夏总书记有轻视之意的 其实就连他对夏总书记也是扬之弥高 不只是他 无数人对夏总书记都是高山扬指 第一次听古风盛赞一人 并且拿夏总书记类比 官德震惊之语 就更对传说中的老人家 向往不已了 夏总书记现在已经退下 已养天年 早已不问世事 谁想见他一面 比登天还难 退下之后 夏总书记就身居建厨 几乎不再抛头露面 就连他历人之上提拔的亲信 想向老首长问安 也是不行 谁也不理解 夏总书记到底在做什么 外界的传说很多 有人说夏总书记在著书历说 有人说夏总书记一心向佛 也有人说夏总书记在研究历史 官德不敢胡乱猜测 趁和古风单独下来的机会 又见古风心情不错 弹性挺高 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夏总书记现在钻研佛学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佛学 古风一时亚然 愣了一愣又笑了 夏总书记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佛学的研究 当然不仅仅是研究 而且还深信 高层中信佛的不在少数 不过都不会对外宣扬罢了 知道夏总书记为什么一向其中研室吗 倒不是因为他起步于研室 而是研室市北长山县有一座名寺 当年的主持大和尚 曾经是夏总书记前几任一名高层的归医师 研室市南赵州县也有一座名寺 寺内高僧大德众多 出家僧有不少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 研室正是因为位于两大名寺之间 所以平和从容 百姓安居乐业 夏总书记信佛多年 以前在位时不便宣扬 现在退下了 外界知道了也没什么 记得我小的时候 夏总书记总是告诫我 人的一生啊 总有一些信仰才行的 没有信仰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信仰 只追求金钱物质和享受 必定崩溃啊 无数历史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呀 我希望用一百年的时间 来修复从五四以来 到文革为顶峰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 纵观几千年的中华历史 凡是佛学鼎盛时期 就是圣事啊 这么说 夏总书记现在 是一心向佛了 观德总算听出了一丝味道 从夏总书记信佛 到信仰危机 再到古风亲自出面 寻找流落民间的奇人 其中必定有关联之处 见过初期啊 有人为开国领袖批了几个数字 领袖将信将疑 但百无尽尽的性格呀 让他无视一切 等到将死的时候 回想一生 木然而惊啊 几个数字 历历在目 才知道 他一生批判的 所谓的封建主义的糟粕 很多呀 其实是精华 世间不犯错误的人是圣人 而不是伟人 任何伟人在伟大之处 必有自身无法正视的缺点 十年浩劫 扼杀了多少天才人物 毁掉了多少民族的文化财富呢 已改变了多少奇人异士的命运呢 观德心中一紧 心中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古风到孔仙要找到老人家 多半是奇人异士吧 建国之前呀 在定都的问题上 开国领袖咨询了许多专家 专家中有历史专家 也有建筑专家 这里的建筑专家 其实就是半个风水专家 在古代呀 建筑和风水不分家 最终确定啊 定都在京城 在很大程度上 是听取了一位老人家所说的 京城王弃正盛的意见 也是吸取了 蒋家王朝的经验教训 古人说 金陵王弃黯然收 蒋家偏偏不信 非要定都南京 结果惨败呀 官德连连点头 虽然现在谈论蒋家的失败 有事后诸葛的武器 但历史 就是留给后人认真经读的 然后吸取经验教训 否则记录历史 又有何用呢 其实开国之处啊 基本上 每位首长身后 都会有一个高餐的 一个从来不会有官方记载 但却真实存在的高餐 其中有一个 在开国元勋身后的 姓荣的高餐 在一次聚会时 提到官运的说法 说是 人有时运 天有天运 官有官运 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运气一说呀 虽然看似虚无缥缈 又或者 被归结于封建迷信 但又真实存在 并且时刻影响个人前程 运气一道 任何事情都会顺顺利利的 相反就会诸实不顺 只要是真正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 在每一次的关键战役中 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折 胜利的一方就好像犹如神柱一样 这就是时运 朱棣在夺取明朝天下时 几次不可思议的私利逃生 明朝灭亡时 京城的十几万兵士 一夜之间得了传染病 失去了战斗力 古风一谈起历史 就滔滔不绝 他名叫古风 言谈举止 确实也有古人之风 也是观得仰视古风的一个原因所在 荣高参竟然提到官运了 各位聚在一起就纷纷讨论 各位首长的官运了 最后啊 高参喝醉了 说了一句 当在座众人都大吃一惊的话 各位 趁早收拾铺盖回家种地吧 走得早了 还有命在 走得晚了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们在座的服务的各位首长的官运了 到头了 结果呀 当然是谁也不信了 以为他说的是罪话 个人服务的首长都正是如日中天 而且还是开国远勋了 怎么可能官运到头了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时候不久啊 荣高参不辞而别 离开京城 从此下落不明啊 别人还在嘲笑荣高参 卑躬蛇影 自己吓唬自己 谁知 就在荣高参走后不久 一场席卷整个神猪的浩劫 开始了 世人都只看到 十年浩劫表面上带来的破坏 却都不知道 在浩劫的背后 有多少首长背后的高参 死于非命啊 从此 万马其阴 人才凋零啊 荣高参 官德明白了 古风此来孔县 是为了荣高参 哦 孔县到了 古风的目光 透过车窗玻璃 望向了窗外 窗外是一个 没有特色 平淡无奇的平原县城 如果不是路边的 孔县欢迎您的路牌 说是别的什么县 也并无不可呀 古风脸上露出一丝 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预感啊 我们的孔县之行 不会太顺利的 而且 说不定 还有许多故事要发生啊 古风说对了 孔县之行 确实有许多故事发生 而且 还是一个曲折 离奇 并且漫长的故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 听书网 听22点看目 第944集 后继之 新的故事 车停孔县 古风和关德下车 站在孔县的街头 将贯穿孔县县城东西的平秋街 尽收眼底 正是秋季 孔县街头行人匆匆 各自有事 没人留意到 远道而来的外来客 古风和关德 又或许是 古风和关德的穿着 太普通了 更有可能是 他们的汽车并不出众 所以二人站在路边 没人会多看一眼 就正合的古风 悄悄地来去之意 路旁高大的梧桐树 树叶已经泛黄 风一吹 飘落几片树叶 摇晃间 正好落在古风的脚下 古风伸手捡起一片落叶 对着阳光 看了一会儿树叶的脉络 感慨地说道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是叱咤风云一声 还是流落民间 默默无闻一声 都在自己的选择呀 我只是 始终想不明白的是 老人家为了避开十年浩劫 而流落民间 但在后来政治清明了 为什么不重新出山呢 别人或许还不好说呀 在夏总书记在位的时候 他也应该看出 夏总书记的为人 包容和宽厚啊 还有啊 他为什么不回京 看望一下 他昔日的顾教呢 能逃过十年浩劫 而活到现在 多不容易啊 以老人家的眼光 和对局势的判断 他不出山 难道 还是在逃避什么吗 杜尽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的情景 该是多么感人 可惜呀 关德只是沉默 没有说话 他理解不了 老一辈人的情怀 也无法达到古风 忧国忧民的情怀的高度 他想了一会儿 忽然说出了 或许古风不愿面对 却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是不是老人家 已经不再认识了呢 啊 我一开始啊 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 但一来 老人家就算在世 也是百岁高龄了 二是 老人家从八十年代 向后三十年间 有足够多的机会重返京城 但他没有 就如泥牛入海一样 再无音讯了 要不是不想违背奶奶的意愿 和聊聊几位 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的心愿 我对孔剑之行 其实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啊 我不是很明白呀 古总 古老 按照年龄推算 应该和老人家不是同代人 他对老人家 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 我也不清楚啊 奶奶和老人家确实不是同代人 而且奶奶 根本就没有见过老人家 但他不肯说出原因 只是一再要求我找到老人家 他才知道老人家的确切下落 就算老人家不在人世了 也要将骨灰带回京城 否则 他死不瞑目啊 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久远的 并且爱恨情仇的故事 官德不敢再问了 有些事情 不知道 比知道 比知道要好啊 走 去民政部门看看 老人家在世的话 是百岁高龄了 百岁老人 就恐限二十多万人口的比例来说呀 肯定不多见的 民政部门肯定有登记的 不过让古风失望的是 民政部门登记的几名百岁老人中 除了四五名老太太之外 只有一位男人 他叫翟宝家 是土生土长的孔县人 从小到大 再到百岁 从未离开过孔县一步 显然 翟宝家 不是古风要找的人 更显然 从民政部门 查到老人家下落的方法 此路不同啊 古风和官德 先在孔县住了下来 住在政府招待所 飞马宾馆 飞马宾馆的设施还算不错 虽然比不起单程的奢华 但也算整洁干净 商议了半天 官德自告奋勇 要出去施展他的妙计 古风停了 笑了笑 没有反对 等于是默认了 官德就收拾一下 一个人出去了 官德一走 古风就拨通了京城的电话 奶奶 我在孔县了 不过 没找到老人家呀 你是不是 就到民政部门 查了一下呀 奶奶的声音 从几百公里之外的京城传来 亲切如在耳边 虽然因岁月的流失 声音苍老而幽远 但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出 他当年的 动人悦耳的嗓音 宛如环佩丁东 仿佛呼啸之间 岁月在眼前一晃而过 曾经的夏马河畔 曾经的京城华盖 曾经的天南地北的 一往情深 都一一在脑中浮现 一往昔 争容岁月仇 多少往事 多少云烟 多少人和事 虽然已经远去 却永远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消散 县城南边呢 有一座平秋山 你去山上看看 要看仔细了 一草一木 一个草屋 一个山洞 都要亲自看了 只要看到 有遗弃在外面的人骨 就收了埋了 然后 你就回京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奶奶的声音 透露出沧桑和疲惫 古风一声之中 最敬重奶奶了 不由地担心 奶奶 您 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心里惊涛派安 芬儿 你肯定心里有疑问 奶奶和老人家又不认识 为什么非要让你 大老远地跑上一趟呢 实话告诉你吧 奶奶也是抱了百分之一的希望 万一老人家在世 她指点你一两句的话 你就会受益匪浅 对你接下来要走的道路 会有莫大的帮助的 可是奶奶 古风从小就养成了 谦下平和的性格 但对奶奶的话 还是不敢相信 老人家就算在世 也是百岁高龄了 以她的年纪和眼界 怎么还能对现在的国内外局势 有大局观伤的准确判断呢 芬儿啊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再从唐太宗到宋太祖 都被称为千古一帝啊 甚至到了满清时期 康熙也被人称为千古一帝 都是千古一帝啊 就没有千古一帝了 你也不要以为 古人就一定不如金人 古人的智慧呀 有许多我们不了解 不理解 也超越不了的东西呀 从五四到文革 文化的断层 让我们民族 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能提前看出十年浩劫的人 会看不出未来百年的走向吗 古风沉默了 他对传统文化最为尊崇 古人的智慧 一点也不输于金人 只不过 在建国初期的造神运动 为太多国人洗脑 再加上 数点忘足 连传承几千年圣人都要被推倒 十年文化浩劫 是焚书坑辱 所不及的荼毒啊 结果就导致国人迷失了方向 再后来 高举发展经济的大起 一切为经济论 就演化成了 一切为金钱论 结果经济是发展了 人民对国家也失去了信心 但凡有钱有权都选择移民国外 就是用脚对国家投下的 不信任票 我尽量找到老人家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古风郑重的答复 对老人家更多的好奇和敬畏 心中无限悲凉 如果老人家生逢盛世 遇到一位可栽培造就之人 在老人家指点之下 一个没有背景的一介平民 说不定也能平步青云 更何况如他一样 从小就可以调动 庞大的社会资源的世家子了 只可惜啊 他是无福享受老人家的指点了 他只希望老人家能长命百岁 还在人世 哪怕只听老人家说上几句话 也是不虚此行啊 如果让老人家 再点评几句当今大事 更是莫大的惊喜啊 风儿啊 能不能见到老人家 就看你的机缘了 你不知道呀 京城之中 有许多高餐见到他 从辈分上讲 都要尊称他一句前辈的 就连你爷爷 对老人家也是十分惊养 只是啊 他一直没有机会见上老人家一面 让他的一生都淫以为憾呢 能见到老人家是福分 见不到老人家 也没有办法呀 是你和他没缘分 连爷爷都因为没有见到老人家一面 而淫以为憾 古风心中大为震撼 他以为爷爷 一生叱咤风云 从一介平民 走到最高人的位置 经历了多少浮沉和沧桑 一生应该了无遗憾了 没想到 以爷爷一生波澜壮阔的经历 什么样的人和事没有经历 却也没有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而遗憾 这么说来 老人家的分量 比他想象中还要惊人呢 不多时 关德回来了 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 关德到孔县的街头 找了几个路人 一人发了一百元 要求他们 在走街串巷时 去打听一个来自外地 在孔县落地生根的老人家 孔县是中部平原小县 外地人不多 应该很好打听的 结果 关德洒出去上千元 找了十几个人 走遍了县城 问了不下几百人 从三十岁到八十岁 都问了一遍 最后却是 一无所获 谁也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人 就证明了一点 此路不通 难道说 老人家从来没有 在孔县出现过 难道说 京城方面的消息 有误吗 关德的疑问 古风并没有正面解答 他在接到奶奶 古玉的电话之后 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他只是对关德说道 走 孔县执行了最后一战 平秋山 平秋山距离县城 不过一两公里 开车过去五分钟 车停在平秋山的山脚下 抬头眼望 已经成为 孔县标志性景观的 平秋山的南大门 上面几颗苍尽有力的大字 天下奇山 平秋山 关德笑道 平秋山 我虽然听说过 但也不至于称为 天下奇山吧 如果这座 海拔几百米的小山头 也能称之为 天下奇山 黄山和泰山 又算什么呢 名气不大的山呢 未必就不是天下奇山 关德 你忘了古人说过吗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岭 关德也笑了 难道说 山上还有一个陋石 里面真住着一个老神仙吗 不过也别说呀 记得前些年 平秋山的名气很大 是国家旅游景区 一时之间呀 成为不少人向往的圣地 连不少国家领导人都来过 不过现在 似乎又沉寂了 事情总在兴衰变化之中啊 平秋山的兴起 因为一个人 衰败 也是因为一个人 谁呀 难道是老人家吗 是啊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相信 还是一个很长 很久远 也很引人入胜的故事啊 走 边上山边说吧 这一上山 就引出了一个 全新的故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看目 第945集 后继之 平秋山 平秋山高不过三百米 方圆不过十一里 不算高山 更不算大山 但在周围 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 突兀的有一座山头 拔地而起 也是罕见的意境 去桂林的人 都见过平地起山的神奇 但桂林山多 习惯了 也不觉得如何 孔县就不一样了 县内只有一座平秋山 甚至以孔县为中心 方圆几百里内 也就只有一座山 因此 平秋山虽然不高又不大 但却如一柱青天 矗立在孔县境内 十分奇特 山海经中 记载了许多名山大船 不少在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但平秋山 却是其中记载的 为数不多的 在今天 还可以确切亲眼目睹的 明山之一 说是明山 或许有些夸张了 不过在远古时期 能被记录在山海经中 平秋山 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与其说平秋山是明山大船 倒不如说 平秋山就是一座山头 当古风站在山脚下 在周围全是一马平川的 原野的映尘下 平秋山显得 异常的高大雄伟 就如一位巨人高高耸立 四面的庄稼 就如臣服的千军万马 微风吹过 万千作物纷纷弯腰点头 而平秋山傲然而立 犹如沙场秋点兵的将军 古风连连点头 不错不错 山不再高 有气象则明啊 平秋山气象万千 果然是非同一般呀 官德却是不解 古总啊 我没看出哪里有气象啊 不过就是一座 平淡无奇的小山罢了 古风笑着摇了摇头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京城几个老人家 非要说 荣高参人在孔县了 来之前啊 我还专门研究过孔县 确实也没发现 孔县有什么离奇之处啊 现在才知道 孔县有平秋山的缘故 必已出英才啊 有这么神奇吗 不是神奇啊 是真实 山水是大地的锦绣文章 历来山清水秀之地啊 就是地结人灵之处 方圆百里之内 只有一座平秋山 平秋山 就聚集了方圆百里之内 天地灵气 孕育久了 必定应验在人的身上 如果你通读了历史 就会知道啊 历来杰出人物 都和山水 有不解之缘呢 我想想啊 关德一边陪股峰上山 一边说道 不记得国内 有哪个杰出人物 是孔县人呢 哈哈哈哈 不用想了 股峰白手一笑 你想也想不起来啊 肯定会有的 但你从他的履历上 应该看不出来 你把思路 再放开一些 想想 有谁是单程人呢 关德低头去想 股峰却又笑了一笑 哈哈 先别去想了 先一边上山呀 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吧 正值初秋季节 平秋山植被繁茂 放眼望去 郁郁葱葱 苍茂一片 平秋山地处中部平原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西山既不如南方山系 妩媚婉约 也不如塞外山系 苍凉空旷 就如一个性格温和朴实 并且大气的汉子 于不动声色中积蓄力量 并且似即冲天而起 平秋山山不斗 台阶环 沿途是繁密的原始森林 幽静而深远 道路两旁各有一条溪水 行走期间 感受浓郁的大自然气息 和潺潺的流水声 顿时神清气爽 世事皆旺 真是好地方啊 官德感受到其中的妙处 脱口赞叹 没想到 平秋山开发这么久 还能保持这么原始的面貌 没有被污染 真不容易啊 谁能想到 在没有什么景色可看的平原地带 能有这样一座宝山呢 还真是应了一句 阳在深贵 人未实啊 古风笑笑 没有说话 神情却凝重了几分 平秋山在上个世纪 曾经繁荣过一段时间 开发成为旅游景点 着实为孔献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但后来不知何故又关停了 从此 再也没有人重提 开发平秋山之事了 平秋山就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据说 此后几十年间 每年都会有一笔神秘的款项 达到平秋山管理处 用来维护平秋山的日常管理 现在的平秋山 是一处免费对外开放的天然公园 但因为没有商业利益的趋势 平秋山在国内 过度开发的旅游大潮 始终保持了置身室外的冷静 保留了国内几乎再也无法见到的 室外桃源般的景致 平秋山的景色 全是天然景色 除了沿溪水 开凿了一条上山的小径之外 其他地方都保留了原始面貌 人少 景色天成 就能让人感受到 浓郁的灵气 怪不得怪不得呀 我敢说呀 老人家一定在平秋山上 官德兴奋莫名 被平秋山的景致激发了内心的激动 这么好的地方 换了我呀 我也想住上一年半载的 想想看 一间茅屋赴青山 老松半间 我半间 几只山果可隐权 不是神仙 胜神仙呢 哈哈哈哈 古风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也有失信大发的时候呀 不过想想也是 当年老人家 必是离开京城 来到平秋山这样一处 世外桃源 一人住在山顶上 有仪式而独立的感觉 人在山顶 心在京城 你说 当年老人家 看到全国山河一片红 无数人迷失的本性 陷入狂乱之中 他是无奈而悲伤 还是 苍凉而兴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我认为都不是 官德若有所思地说道 老人家估计会想 大乱之后 必有大志 国家动乱 民族兴衰 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不能将一场浩劫 都强加到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 都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古风点头赞许 有见解 官德 你也不简单吗 官德和何以笑 和古总相比 我还差得太远了 不过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喜欢思索问题 回味历史 就觉得 历史这出大戏 主角固然重要 但如果主角不得人心 也演不出一场大戏 说到底 每一个主角 都是无数配角 心目中英雄人物的投射 就是说 好也好 坏也坏 都是自己的选择 好吗 你的话 挺有哲学味道 古风哈哈一笑 来到一处望景台 此时 已经接近山顶 举目四望 整个孔县 尽收眼底 北面 是高楼林立的县城 南面 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西面 是一条 波光闪烁的小河 东面 是一个接一个的村庄 果然是好地方 平秋山的位置 得天独厚 山水相连 又接地气 确实是一个 造化终神秀的地方 走 抓紧走几步 到了山顶 必有收获 官德笑道 古总 就这么有把握啊 有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在平秋山 隐世不出 平秋山没有名气 不会引人注目 但又缺灵气 景色优美 可以赏心悦目 而且还有一点 离京城 又不远 又不近 四百多公里的路程 静可攻 退可守 果然是一处 细事带起的好地方啊 古风又摇头不解地说道 可是为什么 荣老爷子 自始至终 都没有进京一步呢 还是他进京了 无人知道 他又失望而去了呢 啊 到山顶了 关德欢呼了一声 平秋山 从山脚下 爬到山顶 也就是半个小时 确实不高啊 山顶是一处 平整如掌的平地 长满了鲜花和草丛 放眼四望 就如一块 扁缀在空中的花园 在阳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 啊 我也不明白啊 关德也感慨地说道 荣老爷子 肯定是胸怀抱负之人 假设他曾经进京 又失望而去 那么 他一直在孔县 避世不出 以他的才学和眼光 必定是因为 孔县有人才出世 但一路上 我想来想去 孔县似乎没有出过一名 在国内政坛上 有影响的任务啊 是啊 刚才在上山的路上 我也想过了 确实是这样啊 不单是孔县 就是整个单城市 也只有夏总书记一人啊 我也不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 古风四处眺望 用手一直远处 又一个山头 走 去看看 不多时 来到又一处山头 鼓风笑道 哈哈 有意思啊 你看眼前的意境 真用了哪句话呀 观得一点就透 山外有山 再一看 上山之处 有一道木门 门后是一处 室外桃源一般的小院 门前有一个木牌 上书四个大字 闲人免禁 古风点头 这四个字 和山门的提携 是出自一人之手啊 看来啊 我们马上 就要揭开谜底了 这 官得为难地说道 主人不欢迎外人打扰啊 都声明闲人免禁了 哼 我们不是闲人呢 鼓风当前一步推动了木门 吱压一声 木门应声而开 他高声喊道 有人吗 四下只有风声鸟鸣 更无人声 小院不大 有花有草 有树有竹 幽静而空旷 宁静而致远 院中有引来的山泉 有农具 也有一方石墨 就如一幅淳朴的山水画 入眼之处 处处皆历史 只有一家茅屋 茅屋之中 一株大树穿房而过 浓密的树荫 将茅屋遮得可严严实实 古风当下也没迟疑 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倾扣房门 请问有人在吗 无人应声 古风和关德对视一眼 毅然伸手推开房门 房门一开 一缕光线也照进房间 房间内空空荡荡 没有一个人影 角落里是一张床 墙上干净如纸 地面平整如掌 正对房门有一张桌子 桌子之上并无他物 只在阵中 孤零零地放着一本书 古风上前一步 拿起了书 只看了一眼 就长叹一声 哎 容老爷子 他已经 哎 我们来晚一步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二二点看目 第九百四十六集 后继之 关运 关德向前一步 目光落在书皮之上 是一本已经泛黄的现装书 不是印刷的字体 是用毛笔写的行书 苍尽有力地 写着两个大字 关运 只有书名 没有作者署名 他也没有多余的解释说明 古风捧书在手 一时兮兮 在环顾四周 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 别说藏人了 连一只小鸟小兽都藏不住 也就是说 古风此行 是不可能再见到容老爷子的人了 好在并非全无收获 还有一本书可得 房间内既空无一人 也没有任何可以看出 有人生活的迹象 空空荡荡 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除了干净整洁的地面 和一尘不染的桌子 显然有人定期打扫之外 此处已经人去防空了 走 小山去 古风当前一步迈出房间 心中说不出来 是沉重还是轻松 说实话 他既然明白 可能见不到容老爷子 又怕见到容老爷子的墓碑 现在好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全当还留下一个 永久的念想吧 容老爷子 关德小心地问了一句 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 就当他躲着不见吧 古风也是自己安慰自己 也许他就在山林深处 看着我们笑而不语吧 关德听了 忙回头望去 身边苍茫一片 林密树高 除了漫山的绿色 就是无尽的植被 别说一个人藏身其中了 就是十几个人躲在密林深处 也看不见人影 下到半山腰的时候 又路过了平秋潭 相传 当年大雨至水 路过平秋山 亦是口渴 见平秋山 有一处山泉 就饮了山泉水 山泉水 轻烈可口 大雨亦是不解渴 就拿起手中乾坤铲一铲 山泉就汹涌而出 汇聚成瀑布 年深日久 就在半山腰处 冲击成一片水潭 名叫平秋潭 古风走得累了 坐在坛边的一块石头上 谢谢再走吧 走累了 孔仙的任务完成了 也不用急着下山了 真正的风景在路上 不在终点呀 官德点头 啊 我到处转转 表面上不说 其实他心中也是 唯有失望 他比古风 还更想见到荣老爷子 一个传奇人物的 一个世界的一生 该是多么宝贵的 巨大财富 如果让荣老爷子 为他指点几句 说不定 他的人生就是 豁然开朗 想想看 当年一个能再建国初期 就能看透 错综复杂的 国内局势的高人 在局势已经明朗化的今天 如果指点他几句的话 他的人生之路 该有多么顺畅 并且一帆风顺呀 古风自然不知道 官德的心思了 他一是走累了 二是 想翻翻手中的关运 书的内文 也是由毛笔书写 一笔一画 全是迎头小楷 恭恭整整 没有一个土改的痕迹 一下子 让古风想起了 古时的状元事件 也是不见一处措字和涂抹 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官运之道 三分运气 五分背景 七分运作 古风顿觉眼前一亮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官运的 另一种意义上的阐述 官运 原来只是三分运气 却要七分运作 有道理 有心意 古风又急忙翻看第二页 想看到书中 对官运 更深一层的探讨 不料 让他失望的是 第二页的内容 没有在承接 对官运之道的解释 而是有了故事情节 最早孔县不叫孔县 而叫平秋县 清朝年间未必孔秋会 改名为孔县 洋洋洒洒几千字下来 记载的全是孔县的历史和现状 相当于是一部孔县县制 古风摇摇头 好好的一本书 名字也不错 还以为是 讲官运之道 或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怎么成了县制呢 又翻了几页 县制内容终究完结了 书的文风一转 慕然变成叙事 出京城以来 已经三十余载 流落民间 参风露宿 四海为家 倒也别有情趣啊 回首想想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所求者 不过是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盛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啊 但天地之心是什么呢 生民之命又是什么 而圣人绝学 既然已绝 何必再继呢 为万世开太平 就更可笑了 一个朝代的传承 不过两三百年 人生更是 不过短短百岁 管好自己的一生 就不错了 却要想着万世 不过是 痴心妄想的 岂然忧天罢了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我在流落民间 二十多年后 终于在孔线落脚 终于歇心 终于找到一个 可以寄托我的理想 和壮志的人 我终于明白了 人生不满百 不用常怀千岁忧啊 千岁太久 不如只看朝夕 从现在起 我要把我一生所学 全部交受到一人身上 他和我当年一样 心怀忧国志 却苦无报国门啊 现今时代大变 神坛不见 只要抓住机遇 一个无根无底的平头小子 也可以秉承官运之道 畅游官海之舟 官运之道 从今日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一个人 他是谁呢 古风完全被故事吸引了 他现在 已经可以肯定地确认 《官运》一书的作者 正是荣老爷子 就是说 官运在手 荣老爷子一生的传奇故事 和精彩人生 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古风几乎要欣喜若狂了 又往后看了几页 他的脸色为之一变 再看了一会儿 他更是忍不住惊呼一声 怎么可能 荣老爷子不会骗人呢 但为什么 他说的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呢 不对啊 哪里不对呢 等再看了十几页之后 古风一下站起 官德 立刻回京 官德正沉迷在 平秋潭的美景之中 寻思着 要不要下水游泳 一见古风脸色不对 立刻问道 怎么了 我有重大疑问 只有夏总书记 才能为我解答 快 一刻不停 立刻回去 汽车一路奔驰在 丹城前往淹市的 高速公路之上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 欧诺MPV了 欧诺放在了丹城 古风换车 是为了以最快的时间 赶回京城 本来对欧诺虽然动力 还算不错 但他还是嫌慢 希望能快点 再快点 由国产汽车现状 让古风想到许多 从下想时代开始 国产汽车 就大喊复兴口号 当年一气大众 和上海大众 打着拿市场换技术的口号 合资了几十年 结果连一个变速箱的技术 都没有学到 市场倒是 替德国大众打下来了 挤压到国产汽车 没有了生存空间 说白了 一气大众和上海大众 不过是充当了 德国大众几十年的傀儡 被德国大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摆布的团团转 还替德国大众 扼杀国产品牌的崛起 甚至在一气大众的一款汽车上 采用德国大众变速箱后 德国大众还起诉了一气大众侵权 确实是十足的笑话呀 但在下降时代 总算让国产汽车看到了曙光 市场占有率节节高升 极力其锐 成为国产汽车的中间品牌 而长安也紧随其后 迅速崛起 想了半天汽车问题 古风收回心思 一路上都沉浸在官运之中 应该说 官运记载了一个 异常精彩 并且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故事 就是从孔县开始 然后一路挺进 稳扎稳打 一路走来 经历了官场沉浮 和曲折离奇的斗争 比起下降的经历 还要神奇 还要惊心动魄 古风看得入了迷 也不觉得 从丹城到京城 有多远了 四百多公里的路程 他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完全被故事吸引了 到了京城 正好看完了全书 书不长 有些事情记录得很详细 有些是用春秋笔法 一带而过 但大体上 却是将事情起因和结局 说得清清楚楚 书中人物的形象 也栩栩如生 荣老爷子 用第一人称记录的官运一书 主角并不是他 而是另外一个年轻人 就和之前古风推测的一样 荣老爷子流落民间 作为曾经开国元勋之一的幕僚 他的政治智慧 不亚于建国以后 任何一位高餐 甚至不夸张地说 荣老爷子如果再有机会 他会以一人之力 立刻四大家族的崛起 就连当年被称为 官场智慧第一人的吴老爷子 在荣老爷子面前也有所不及 之前 古风认为 吴老爷子的官场智慧第一 夏总书记正值手腕第一 但在看完官运之后 他扬天长叹 只可惜啊 荣老爷子生不逢时 否则 如果荣老爷子留在京城的话 当年显赫一时的四大家族 就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但即使荣老爷子没有在京 他流落民间几十年 却培育出了一名顶尖的政治人物 整本官运记载的故事 都是围绕此人 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历史 古风不是不相信荣老爷子 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 因为按照荣老爷子的记载 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国内政局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有许多地方不重合 而在重大历史事件上 并没有下想的出现 从时间上推算 在下想已经成为耀眼的后背力量时 就荣老爷子书中的事件来看 似乎国内并没有下想这个人 这正是让古风最大惑不解的地方 所以他才要积极回京 要当面向下想请教个明白 到底荣老爷子记载的历史 和真实的历史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积极地来到下想在京城的靖安居 古风静止推门进去 一见下想就说 爷爷 你得看看这本 官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留住动听的声音 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22点看目 第947集 后继之 新的开始 曾经叱咤风云 影响了无数人的下想 此时已经满头银发 却精神绝朔 满面红光 正在花香满院 绿树成荫的院中 打太极拳 一朝一世 沉稳有度 开河之间 已经引现大家气象 下想退下之后 居住在静安居 静安居绿树成荫 最难得的是 有不少数百年的古树 顶天而立 在经历过无数次动乱的京城 还能和古树同居 实在是难得的幸事 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出来 静安居 以及周围的大院子 虽然变动极大 但格局依稀没变太多 赫然是当年老古的宅院 没错 老古离世之后 宅院先归了古裕所有 古裕就没有在宅院住过一天 他怕出境伤情 就搬到郊外一处的别墅 宅院荒废了几十年之后 古来搬了进来 后来古来经常出国 交流中国传统文化 也顾不上打理宅院 就移交到下乡名下 下乡接手之后 经过数年装修和精心布局 等他退下之后 就安然住了进来 曹树离不常在京城 有时在淹市 有时在丹城 静安居就经常只有下乡一人 人老了都会思念往事 下乡学会了打太极拳 而且还是正宗的 源自家乡的阳式太极拳 最开始 有无数人挤破头 要登门拜访下乡 下乡既然退下 他不会贪恋权力 就在门口贴了一张 谢客启示 秦子将宅院改名为 静安居 意思就是 静心安养的居所 其后 谁都不好意思 再打扰下乡的清静 下乡也终于 在世事纷扰 几十年之后 得以清静安养 并且回味人生 古风前往孔县 寻找故人一事 下乡自然知道 说是故人 其实 他和荣老爷子 并未见过一面 早年也并不知道 荣老爷子的存在 直到吴老爷子 辞世的前半年 老爷子突然思念固有 将当年的许多秘心 都说于下乡 其中大部分 都是下乡闻所未闻的 惊天秘闻 尽管当时下乡 已经身居高位 也知道 历史掩埋的真相 而美化的丑恶 以上小事在历史长河中 终会被淹没 伟大的 卑微的 美好的 丑恶的 全都会是历史的尘埃 而有些涉及到 开国领袖背后的密文 不为历史所知 或许会永远埋没的 一部分事实 就让下乡 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活跃着一群高餐 一群不为人所知 不会记载进历史的高餐 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 既不是秘书 也不是秘书长 却对领袖 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从影响国家大际的决策 到领袖的每次出行的时间安排 路线安排 甚至是领袖居住之地的 家具摆放等等 都由他们一言而定 而领袖对他们的信任 更善于秘书或是护士 他们曾经是领袖最信任的人 领袖对他们的信任 超过对身边任何一个人 所有人都对领袖毕恭毕敬 不敢大声说话 只有他们 在对领袖提出建议时 不是以请求或请示的口气 而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 其实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 历来不乏藏身一君王背后 出谋划策的高餐 他们之中 有人轻视流明 比如东方朔 严君平 袁天刚 有人没有文明显示 但无数帝王活动背后 无一处不彰显他们的隐姓存在 比如秦始皇 汉武帝的泰山风扇 比如武则天最终 立立姓太子 并且死后立无子卑等等 历史 在留给后人的表面文章背后 其实还大有文章 如果说遥远的帝王背后的高人 不足以让下想吃惊 毕竟离现在已经遥不可及了 但听到开国以后 还有无数类似的高人 活跃在京城 就让下想初听之下 也是怀疑吴老爷子所说的真实性 但转念一想 以吴老爷子的见识和为人 从不以谎话对他 他就接受了真相 尽管有时候 历史的真相比想象中美好差了太多 但真相就是真相 可以被掩盖 但不会被抹杀 并且永远存在 关于荣老爷子的政治智慧和往事 吴老爷子说了许多 至于他和荣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虽然年纪相差不多 却又师徒之疑 吴老爷子最感慨良善的一句话 想想直到今天 依然历历在耳 荣老爷子当年呀 离开京城的时候 他有一个弟子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呀 说是正逢开明盛世 正是为国报效的时候 荣老爷子叹息一声说道呀 开明盛世还早 胡适是何等聪明的人物 为何不留下呢 弟子说 老是要当胡适 我就做吴晗好了 当时下相还问 结局如何呀 吴老爷子反问一句 吴晗的结局如何呢 下相唏嘘良久 一时心痛难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到了晚年 下相几乎忘记的当年 吴老爷子提及的 有关荣老爷子的前尘往事 直到有一次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去八宝山拜祭 忽然之间想起故人 体泪横流 几乎痛不欲生 插不思饭不想 只想遥望东山 诚心问上一句 故人 安在否 老人家之前赶上的情绪 回传染 当年 许多受惠于荣老爷子 仍然健在的几位老人家 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一起当年荣老爷子的往事 念及老爷子 对他们的 影响了整整一生的 言传身教 几位世纪老人 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暮年苍苍时 当年的威风不在 人人热泪长流 感怀荣老爷子的恩惠 竟有一人悲痛过度 而晕厥在地 消息传到古语尔中 几位老人家 要么是爷爷的至交 要么是爷爷的亲朋 他不能不管不顾啊 消息也传到下乡耳中 几位老人家 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不能让他们 有丝毫闪失 再加上 正好有 吴老爷子当年的教诲 他对荣老爷子的兴趣 木然大增 最后 就由古语决定 让古风亲自出面 去寻找荣老爷子的下落 已是 对荣老爷子的敬重 同时 也是为了让京城几个 硕国仅存的老人家放心 连古风都亲自出动了 肯定是报定了 不管怎样 都要带来确切消息的决心 古风出面 暂时安抚了几位老人家 激动了心情 在古风离京之后 几位老人家 隔三差五地 打来电话 问事情的后续进展 不敢直接打扰下乡 却直接打给古语 在古风离京一周之后 终于等来古风的返程 和夏祥预想有出入的事 古风既没有带回荣老爷子的人 也没有查到他的下落 甚至 连他是生是死 还是未知 却只带来一本书 一本充满传奇色彩 并且跌宕起伏的官运 夏祥手拿官运 只翻看了几眼 就陷入沉思之中 爷爷 您说 为什么官运中记载的故事 在真实历史中 都没有发生过呢 您看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这些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时 以您当时的级别 应该清清楚楚 我不敢肯定 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夏祥轻轻合上官运 并没有正面回答古风的问题 反问道 你能确定 官运 就是荣老爷子的亲笔吗 能 古风斩钉截铁地答道 他现在火急火燎 对于荣老爷子 他敬重如神 但荣老爷子 记载的历史 又偏偏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有严重的偏差 他迫切地 想知道真相 翻开官运的末页 在布奇岩的角落里 有一行小字 他指给夏祥 您看 咸云野鹤 容半山迹 有署名的 夏祥只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指一个署名啊 不能说明问题的 这样吧 你拿书啊 去让几个老人家看看 如果他们确认 是荣老爷子的笔迹 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上面记载的历史 和真实的历史有出入了 好 古风二话不说 拿出官运 转身就走 看着古风消失在院外的背影 吓向长舒的一口气 又打了几十太极拳 让微微波动的心情 平息下来 其实 他没有对古风说实话 在看到官运的第一眼 他就可以肯定 是出自荣半山之手 看了里面内容之后 他更是百分之百断定 荣半山记载的故事 全是真实事件 好一步 荡气回肠 百转千回的官运呢 好一出 比他的经历 还要精彩的观场大戏 下下回味起 官运中 波澜起伏的壮阔人生 感觉比回忆起 自己的人生之路 还要畅快伶俐 他很羡慕 官运之中 被荣半山看中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比他运气要好 机缘要好 而且 官运 也比他更横通 下下之所以 不告诉古风真相 是因为 官运一书的出现 事关他本人 最大的秘密 他是重生者 以他现在的时空 历史已经被重写 而在荣半山的官运时空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是另外一个时空 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 两个时空 因为一本官运的出现 意外的 出现了交叉点 且不去管时空的问题了 下想站在阳光之下 仰望天空 在另一个时空里 他依然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失败者 他不是主角 而主角 正是被荣半山看中 并且精心培养的 另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的故事 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是一次 更精心动魄的旅程 是一个 从头再来的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是一个在荣半山 运筹帷幄之下 属于那个年轻人的时代 是一个 更加风云激盗 更让人神往的时代 那个年轻人所走的道路 就连下想 也是羡慕不已 新的开始 是一个 将官运之道 演绎的 精彩绝伦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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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